我觉得我变笨了 每天我的工作除了做PPT 就是做更多的PPT 感觉我这辈子最聪明的时候 还是本科那会儿 那假如我像个本科生一样过一周 我会变聪明吗 作为一个本科生 我需要保读诗书 我要买书了 我要看书了 我要成为一个educated woman 我要重新做到第一排听老师讲课 完成课后测验 哇 今天有油纸了 我的妈呀 课外活动也要跟上 人生第一副水彩画出 一个非常猥琐的新角度 把每一次城市探索 当成田野调查 天哪 这块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 它真的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SF 就是 It's so modern 要做模范大学生 一日之际在余晨 等等 我打开日历 这一天好像啥事也没有 你当时都干点啥呀 还能干嘛 上课呗 谁说不在学校就不能上课了 第一节 咖啡拉花理论与实践 开课的第一天 我是个后晋升 我还没有那个杯子用来倒奶泡 我今天只能乱打 但我是个乐观的后晋升 哇 虽然但是已经有奶泡了 还是很激动人心 哇 好好喝的拿铁呀 它那个奶味这次没有太重 咖啡味和奶味融合的很好 带出了咖啡那点甜感 今天我又要尝试拉花了 希望这次能够比上次有进步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其器 这次我有了更加高级的设备 今天油脂好丰富啊 细水流注入融合到百分之之间的时候 然后拉高收 我拉出来的 拉花Day3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拉出来 咱们再临时抱佛脚看一下教程视频 我今天又是这样一团白的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杯子有问题 没事 湿奶泡就是好喝的 Day4 我昨天发现了可能是我的杯子有问题 我这个绿色的杯子 它的底是这样直角的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口也比较小 所以它其实就是天生难拉花 真正好拉花是像那种碗状的东西 专门做拿铁的 希望能成功 今天拉花一如既往的又失败了 但是我非常倔强的把一些咖啡液 这样涂一涂给它做成了一个奇怪的笑脸 在屡拜屡战屡战屡拜之后 我决定拜师学艺 哇哦 我刚刚就是练完了之后 飞快地在那边洗了个澡 换上了我的全套 日常装扮 现在就是出发去咖啡那边 今天练了也挺开心的 The whole squad was there 他们还post了一个有我的story In it I was doing shoulder press with baby weights 其实前面这个小姐姐就在这边举重美学 我就在后面猥琐爬行 这次去的是Fallow这个咖啡器具品牌的咖啡品鉴活动 到了到了 Fallow起源于旧金山 他的咖啡器具及美学与功能性为一身 在店铺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playground 有着铺满墙的风味轮 美味的小甜点 来自小众烘焙商的咖啡豆 诶 先挂了 上课了 它是用一个浓缩的浓缩 它其实带着很多的自然的油脂 在咖啡 如果您做一些像乳酱或是咖啡 你会一定会看到更浓缩的浓缩 试试这个哇 这个后吊甜感超级香的 其试试突然还在他们提出的这个hydrangea 是我认识的人 哇它蚊子还好神絲啊 interesting 要问我学的怎么样 拉花挑战第七天 又是这种团一团的奶胖 但是 好喝吗 好喝 这叫我看来 就是在学校之外学习的第一大好处 教授是你 学生也是你 拿个A加不成问题 但是这种心态 我在另一项技能上突飞猛进 去年十月我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可以煎一个没有解冻的鱼 然后他觉得这个鱼可能会熟 但中间根本就没有熟 今天做了一个解构主义鱼 只能把它全部搞碎了之后这样炒成碎鱼肉 经过我不断的刻苦练习 从捣鼓圣菜 哇我觉得今天的剩菜转化都好成功啊 这个鸡肉 金箍烫饭 and这个虾汤 学习新菜铺 波斯卡纳三文鱼 开始原创菜铺 放异料理吧 我用缺的就是那个Nilkey加上Hummus 三文鱼 Hummus Bowl的概念 最终组成金饰之作 首先第一步就是把鸡肉改刀 第二步冷水下锅 准备抵探 再一步炒糖果 精进小厨神的出厂是黄焖鸡 哇 这肉就不错 里面就是有肉皮 有鸡 有蘑菇 有土豆 还有青红椒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我觉得它闻起来就很好吃 嗯 好吃可以更咸一点 那可能比较合适的口味 但是这门课上也有同学开外挂 一听我们自动炒菜鸡 把调料 还有原料放进去 然后一按模式 哦 哇 哇 好多模式啊 它还配了一本菜谱 这机器人不仅比我会炒菜 还比我爱看书 看书 上次看书 还是在上次 这是我第一次来SF的Public Library 里面的带上还挺可爱的 竟然有中文书 但是这些都是啥呀 这什么镜像网文啊 一听找到了一本余华的书 Among all the stupid novels 工作之后 我一闲下来 想到的并不是看书 而是 我要买书了 我要看书了 我要成为一个educated woman 刚逛了city light 买了一本书 现在去义亭家拿一本 刚刚我想买 但是她说她家有的书 真太完美了 朋友们 我刚刚从义亭那边回来 我买的是这本 存在主义咖啡馆 哎 卧槽 人在路上一不小心撕破了 天呐 有够暴力的 另外一本是这个 A Dawn of Everything 在学校之外重新开始看书 获得的是巨大的自由感 我在沙发上看 在日落时分来到公园 在长椅上看 在繁忙的巴士上 看别人看 看书里的故事变成华丽的裙摆 看画 看手工制品 看装置艺术 看陶瓷制品 等待他们和书 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变换为我自己的创作灵感 好可爱 一只GG 除了画这只猪 我也在学着画点别的 画水彩 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便携水彩盘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水彩本 它里面是这样有一个调色板 这个拿起来之后下面是这些颜色 然后这只又是那只水彩笔 打算从这个西瓜开始 OK我的第一个作品 西瓜 我打算再画一个这个猕猴桃 人生第一副水彩画出炉 It's more like a collage of different fruits Let's take a break 我打算做一个香蕉酸奶巴斯克 看等待的时候 然后咱们来继续精进一下水彩计法 不错就是有 香蕉酸奶油 起水味 然后有香蕉味 淡味 我就是在描述它的成分 水彩对我来说就是画饼冲击 不过有时 愿望真的能实现 这就是万众期待的我的新Vlog相机 Insta360爱住了 我现在只剩说哇了 开始捣鼓新相机 它这个UI做的就很棒 Insta360初体验 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它的配件超级多 而且它有很多很实用的小工具 这应该是一个小三脚架 我本人最期待的Insta360功能 就是这个可以挂在脖子上 你可以把拇指相机给 攜在这个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藏在衣服的这儿 第一人称视角这不就有了吗 沉浸式干事情 一个非常猥琐的新角度 就是把这个夹在冒岩上 我现在看到的视角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 但这样走出去会更加奇怪吧 你更会被人打 真的 为了不被人打 我选择了较为隐蔽的挂博士 出门拍拍 现在出发去散步 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学用新相机 但那个时候 感觉好像学什么 都得为了某个目的 要么是这门课拿A 要么是好找工作 现在 学习变得纯粹 那种孩童般的好奇心 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像第一次看到世界一样 把稀松平常的日常当成学问 流星了 一江坡如 把每一次城市漫步 当成田野调查 哇 Dog Patch还是很美的 今天天空很美 你会说嗨 你好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家 感觉不错 Picino 这家店 这家店 你想要坐在外面 还是在外面 任何 在外面 外面 外面 是很美 我爱这家店 很高兴 这家店 这家店很高兴 我听听到这家店 是他们把这家店 进入一个艺术地区 他们这么 famous 这家店 就像在2pm 这家店 这家店 还得到 这家店 好棒 20th Street 這塊地方我從來沒有來過 它真的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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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建立嗎? 大概是10年後嗎? 這個公園看起來很興趣 它是自由的入口 這個叫SpanBots 它對我來說說正確的事情 它說你只是美麗的樣子 那些人還不這樣的 所以,你只能在心中的不公園 這اء真是好人 這就很有趣 這個整個文字 這整個音樂是一個故障的 有個望向監製作詞 叫做黑色的驅喜 或者是開焦的 什麼意思? 我被骰這件衝刺的 我從居оту風獲不 escapes 身體無法回軌 來裏破壞這個魔法 請請請請請請請 去到Misalignment Museum OK 這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去看這個遊戲 那些人坐在那裡 天啊 這個公園真的和我老家 就是長新旁邊的那個河的公園很像 感覺就很中國小區 design 很中國城市 我必須說 Daniel說這是一個公室的休息 但是它說 這是一個公室的環境 我們順移到了Chinatown 我想看看金門餅家開不開 我們等了大概20點了 謝謝 我們來吃飯 謝謝 謝謝 Daniel在這裡 我們站在這個Party Meter旁邊吃 這裡 你比較專業 你怎麼說的 它很新鮮 我們知道它很新鮮 它很美味 很甜 對啊 怎麼樣 我工作後的學習 是不是比你還爽 嗯 可能吧 但我更聰明 你自己說的